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去执着无欲诱成那个假象 执着假象坐到流魂轮回里面的就小 生命的假象是小 博生博妹到大就回想象大 这样才能成果 不是 我念经有功德 念经有什么功德 你念一味的经理不明白你也没有功德也是佛德 收听听明白的直到知性是弥陀了 放上万元的才是功德呢 与知性相应的是功德 与知性不相应的善法是佛德 与知性相悖的是恶的是缺德 应该明白什么意思 回想变成执着了 回想就功德无量的不明白 回想是什么意思 不要去读到轮回那苦 但回想一阵法界 极得实际 你知性 这是真的